詞曲 李宗盛 這麼多人怎麼這麼小聲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好 要展現我們焦大人的精神 我是這一堂課的 老師之一 洪會館 那上個禮拜大家有見到了劉河北劉老師 那是由我跟劉河北劉老師共同來開這門課 那我也是我們藝文中心的主任 那我們的 大家知道我們的藝文中心嗎 隔壁我們有一個藝文空間 就是我們的畫廊 那大家手上有拿到我們這學期的活動表 那這學期有安排了五檔非常棒的展覽 那歡迎大家隨時可以去參觀 那另外在我們活動中心的演藝廳 二樓有一個演藝廳 那也有安排很多的很好的這些表演藝術的活動 就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今年的通識 今年獎座 我想我們也很難得邀請到非常棒的 很多各個不同領域的這些專業的學者 或者是專業的這些資深的工作者 一起到這個課堂來跟同學們分享經驗 那我們這個系列 這個學期總共有十四堂課 那這個系列的第一堂課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漁夫先生 來 我們先給我們今天講師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我相信在場的很多的同學 朋友都應該聽過漁夫的名字 在很多的報章雜誌會經常看到漁夫的漫畫 那他是我們少數在台灣的文化界裡頭 我們說左右腦非常發達的人 同時都很發達的人 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的一位文化人 那漁夫他從事漫畫的創作有二十多年 一直到現在還持續不斷的在做漫畫的創作 所以我們會常看到他的漫畫的作品 特別是他的政治漫畫 我想會讓大家就是玩耳一笑 會覺得哇 實在是太絕了 可是也非常佩服他的勇氣 那除了是一位漫畫家之外 那漁夫他也是一位文化評論家 那他對於很多的文化政策 或者公共政策他非常的關注 所以他會用文字甚至用他的行動 來表示他的看法 或者是他對這塊土地的一些使命感 那他同時也是一位資深的媒體人 那他自己有參與了很多電視台 甚至很多媒體的創台跟電機的工作 那為台灣的這個文化事業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他同時目前也在做很多的文化的傳承 就是他結合了 我剛剛為什麼說他是左右腦非常發達的人 就是他從事文學 從事漫畫 藝術的創作 可是他對於科技 特別是電腦網路的運用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的在行 那他會運用這些科技的 這些元素跟科技的技術 來把他的創作更高附加價值的 一個運用 那所以他現在也是台灣玉山網路 電視台的執行長 那這幾年他也很努力在做傳承的工作 那他目前也在鴻光科技大學跟台南科技大學 擔任教授 那特別是在鴻光大學的文化事業發展系 擔任特聘的教授 那他對於台灣的整個文化創意的產業 特別是很多的文化人碰到的困境 他非常的了解 那也透過他多年的實務的經驗 希望能夠突破這個困境 為文化人找到更好的一個舞台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邀請到漁夫 那他現在跟我們教大其實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因為儘管他有那麼豐富的實務的經驗 跟在文化上的成就 可是他現在是我們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的博士班的學生 所以是大家的學長 大學長 那他不斷的在學習 那也不斷的在自我挑戰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他非常寶貴的經驗 那特別我想他用他自己親身的經歷 來鼓勵大家可以運用你們的創意 運用你們的專業來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漁夫 謝謝洪主任 那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先 剛剛我們洪主已經介紹得非常清楚了 不過有人也許會問說 你這個漁夫的筆名是怎麼來的 那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漁夫的筆名呢 是因為我大學時在追求一個女孩子 她的綽號叫漁兒 漁兒 那我要做漁兒的丈夫 簡稱漁夫 所以漁夫的兩個字啊 沒有三點水 有沒有看到漁夫的漁沒三點水 那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有兩個漁苗 而且不是漁苗 已經大學畢業了 兩個女兒都大 一個大學畢業一個在念 還在念大學 那這個是我們漁兒 我們大家給她掌聲一下 那大家會問我說 我有那麼多的頭銜呢 那最喜歡的是哪一個頭銜 其實這個問題我女兒問過我 她說爸爸你又是什麼 電視台的總監啊 又是什麼公司的執行長啊 又是什麼教授啊 什麼什麼一大堆 那你到底 你最喜歡的頭銜是什麼 我說我最喜歡的頭銜 叫做漫畫家 她問我說為什麼 我說執行長啊 什麼董事長啊 那個都是暫時的 一時的啦 但是漫畫家是永遠的 永遠的 那各位可能不會記得哪一個漫畫家 但是一定會記得哪一個藝術家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頭銜 叫漫畫家 那今天要來跟各位報告這個 叫做Web 2.0 那這個是蠻有趣的一個題目啊 這個是因為我在大學裡面教書啊 總計啊 要教18堂課才教得完 但是今天呢要在這個 短短的兩個小時之內呢 盡快的讓各位理解 讓各位理解 那麼為什麼要教這一堂課呢 是因為我的學生裡面呢 有很多是從事於文化發展 這樣子一個啊 他是將來要走這一行的人 那我常常問他們一件事情 你大學畢業以後 你有沒有人脈 你有沒有金脈 除非你父母親的事業很大 你等著回去做接掌他的事業 那就算了 可是你一旦是要大學畢業 你沒有人脈沒有金脈 你怎麼樣去行銷宣傳自己 那你只剩下一條最便宜的路 叫做網路行銷 叫做網路行銷 那我們現在談一個觀念 什麼叫做Web 2.0 常常我們有一些趨勢專家講 他說Web 2.0死了啦 現在已經Web 3.0 各位 Web 2.0不是技術 不是一種技術 不是像說 好我現在是叫Win95 然後再過來就是Win98 再過來就是什麼WinXP 再過來是什麼 不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概念 一個concept 一個不同的概念 跟過去我們講的這個網路第一代 不同概念的分水嶺 從那個時候就分開來了 沒有所謂的Web 2.0死了 現在叫做Web 3.0 沒有所謂的這回事 那我們常會笑說 那乾脆呢 我們不要講Web 2.0 我們就講NGN 叫Next Generation Network 就是下一個世代的網路 下一個世代的網路 那麼我們先來看Web 2.0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是在發生一件很重要的 叫做遠端跟近端之間的戰爭 我是跟各位講一下 我的課不用做筆記 你記得到這個漁場見譜新入口裡面去 這個PowerPoint就掛在那裡 然後你就從那裡 要做任何的連接呢 都已經在上面跟你做好了 那記得我這個網站就好了 那麼 什麼叫遠端跟客戶端的戰爭呢 叫Remote End 跟Crime End之間的戰爭 那各位知道呢 最近非常有名的呢 就是Microsoft 想要去Merge那個Yahoo 想要去Pink跟Yahoo 可是Yahoo跟它講說 對不起我不跟你買 所以Yahoo就趕快去找Google 一起來跟它幫忙 說Google你來幫幫我忙 你不要讓 不要害我被這個Microsoft 給它Merge 那Microsoft為什麼要去 去 去拼吞這個Yahoo呢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Microsoft 它是所謂的客戶端 Crime End 但是呢 Google呢 它是所謂的遠端 最近呢 我特別拿了一台 這個Asus的EPC來 那這是我個人的Asus的EPC 那各位知道Asus的EPC 現在大概是七八千就買得到吧 對不對 七八千就買得到 它使用的是叫做Linux的語言 去寫它的這個裡面所有程式 這是我的EPC 那麼EPC呢 這台電腦不是我的 這台才是我的 那麼EPC啊 對七八千塊一台 它用的是什麼 Firefox的瀏覽器 裡面呢 也用了很多Java的 這一個 就是類似我們的WinWorld 這樣子來做它的文字的書寫 好啦 一台EPC才七八千塊 這個其實是快要接近聯合國 當初的一個想法 聯合國當初有一個想法 就是要一百塊的美金 一台電腦一百塊的美金就好 要援助偏遠地區的 這一個小孩 所以每一個人都發給他一台電腦 讓他可以上網 讓他可以上網 可是各位想想看 EPC的這個硬碟才多少 有GIGA 有GIGA嗎 那你說放在我這一台照相機裡面 隨便也一個SD卡也4GIGA 那哪裡能夠存什麼東西 可是 阿蘇斯當初是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他講說 很多的網路硬碟已經形成了 他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他在講什麼 因為在大概十幾年 二十幾年前 Oracle就是甲骨文跟這個 跟這個San Michael 森陽 他們一直在講 叫做網路的PC 網路的PC 那什麼叫網路的PC 就是所有的東西 通通可以存在網路裡面 全部都要讓它存在網路裡面 那這讓我想起一個 一則故事 我記得在兩三年前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Seattle 那麼兩個人到了Seattle以後 準備要飛Toronto 然後飛Toronto的時候 那一天 要去到機場 要check in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對不起你去排 排到後面去 然後機場就開始announce 他說 現在請你把你所有的liquid 有關的液體 你的pulse 你的皮包裡面的那些液體 請你拿出來 拿出來做什麼呢 放到大行李箱去 還有你什麼手上的礦泉水啊 什麼全部通通要丟掉 因為那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恐怖分子呢 去破壞英美航線 大家還記得這個事情嗎 後來啊 那一天啊 我們從西雅圖要回Toronto啊 剛剛delay了三四個鐘頭 那麼從此以後啊 隔天 英美航線不准帶電腦 可是很多人要做presentation啊 怎麼辦 那要怎麼辦 只能帶硬碟 只准你帶硬碟 那很多人就變成要帶著硬碟去走 去跑 可是啊 他如果說是來 知道完全會不會2.0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 他連硬碟都不用帶 連硬碟都不用帶 最近 大概去年 兩三年前有一個 研究生 碩士快要畢業 他論文都寫好了 放在他的電腦裡面 有一天他回到家 發現有一個人 衝衝的跟他經過 然後 那個人手上捧了一台電腦 然後他心裡面有一點 他說 這個電腦似成相似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宿舍 一看糟糕 那一台電腦 被他搬走了 被他搬走了 結果呢 那一個年輕人趕快往下 去追那個小偷 連追了七個鄉鎮 各位還記得嗎 那他為什麼要這麼追 他的研究論文在那裡啊 他的論文在那裡啊 電腦丟了也就算了 但是他論文在裡面啊 連追了七個鄉鎮 才把他追回來 又跟他扭打一番 才把他的電腦追回來 可是他如果知道什麼叫Web 2.0 他根本不用這樣做 他搬送你啦 不用冒著那樣大的這個生命的危險 所以所謂的遠端跟客戶端的戰爭 Google再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說 所有你的 這一個文字影音圖片聲音 MP3等等等等 全部啊你想得到了 全部網路都可以來做為你 吐存的空間 所以遠端已經開始獲得勝利 那各位可以看到 Microsoft呢 最近啊 Microsoft只剩下多少股票 二三十塊吧 美金 二三十塊吧 微軟啊 然後Google還多少 兩三百塊美金嘛 兩三百塊美金 所以也就是 Microsoft已經在失敗 已經在失敗 那我們來看 但最近就發生了 遠端跟近端的戰爭之外呢 還發生了瀏覽器的戰爭 那各位現在目前看到這個瀏覽器 上面長的叫做Google Chrome 這個瀏覽器不是IE 不是IE 那Google Chrome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是在今年的9月2號正式Launch 正式Launch 那它呢速度非常的快 是目前瀏覽器裡面最快的 叫Google Chrome 你如果想要下載 你就按那個上面 你就可以下載 可是它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呢 因為IE8出現了 IE8β 中文繁體版正式已經出現 10月 最近出現 可是它在為什麼IE8出現 Google要出現 因為Google它有一塊很大的這個收入的來源 也就是它的Vision Model 如果要怎麼賺錢呢 它要靠這一塊 各位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Google AdSense 它大概每個月啊 寄給我100塊的美金 100多塊的美金啊 那你說每個100多塊的美金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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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那些人來講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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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關係 有 我寫什麼 他要寫什麼 假如我在上面寫了一個叫陳水扁的故事 他等一下就出現陳水扁的廣告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是從Google Word上去 你做廣告 我是一個廠商 我想要做廣告 我自己去Google Word上面 把我的廣告寫上去 然後Google AdSense呢 他就會去尋找 就是所謂Google裡面呢 他自己用Robot去把你Match那些文字上來 比如說我這裡寫馬英九 等一下可能什麼 馬能署專賣店 就跑出來了 就跑出來了 所以他是用機器去做Match 那有使用Gmail習慣的人就很奇怪 誒 我為什麼我的Gmail裡面 會出現Google的廣告 而且它的廣告怎麼會跟我的 信裡面的文字提到的事情 有關 這就是Google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所謂 媒體科技跟科技媒體之間的戰爭 但是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麼Google 因為這個IE8 它要把這一塊擋掉 它要讓Google完全沒有辦法生存 對Google來講 這些小廣告是它的重要收入來源 所以它不要讓它出現 那Google就正式發表了叫做Google Column 那各位這瀏覽器的戰爭 下一步要戰什麼你知道嗎 各位今天如果有看報紙 Google的手機已經出現叫做G1 有台灣的宏達電 CST 代工 那瀏覽器戰爭在戰爭什麼呢 我如果手機上面 我瀏覽器一打開就是Google的 我現在出 Microsoft出了手機打開就是Microsoft 我現在用的是iPhone 一打開瀏覽器叫做Safari 所以這一個是瀏覽器最大的戰爭 在這裡入口是我 我是Poto 你要找什麼東西你要找我 找我 那我的手機就會賣得更好 所以這一場戰爭已經來臨 那各位看到這個Firefox Firefox就是 各位如果知道它就是原創人 就是芬蘭的一位年輕人 芬蘭有三大國寶 各位知道嗎 第一個叫做Santa Cloud 就是我們的聖誕老人嘛 聖誕老人就在芬蘭 我到芬蘭去的時候第一件事情 請問聖誕老人住哪裡啊 然後第二個呢 芬蘭的第二大國寶叫什麼 Nokia 各位知道Nokia嗎 各位知道Nokia原來在做什麼嗎 在做茶的 你知道嗎 測伐木的 測伐木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山上去伐木啊 那你 你總不能在山下有話 喂 你趕快 那個木材給我砍下來 你不能這樣喊啊對不對 所以要發展什麼 通訊設備啊 所以 Nokia就轉成 通訊 通訊事業 可是Nokia最近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通訊事業 做出人家了對不對 所以Nokia現在要轉型做什麼 你知道嗎 Nokia要轉型做網路服務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一塊 那 因為Google 科隆出來 是要跟IE8打戰 也就是說 將來你使用哪一種瀏覽器 你可能看到的網路世界又不一樣了 又不一樣了 那當然這裡面呢 各位說 這不是只有四種啊 還有一種叫Opera Opera比較少人用啦 比較少人用 好 那麼四大瀏覽器的戰爭完了以後呢 我們要講的是 Google跟Yahoo之間呢 又有戰爭 又有戰爭 什麼戰爭 叫媒體科技跟科技媒體之間的戰爭 那這個名詞喔 是定義很模糊啦 但是 我也要讓大家比較清楚 就是說 是誰把媒體放前面 誰把科技放前面 那如果Yahoo呢 它是把媒體放前面 Yahoo認為說 媒體應該是專人來做 有專業技術的人 才能夠做媒體 但是Google不覺得 Google說我科技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 好 最近有一個 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中國的一個 這個網友 不是在我們玉山上面貼了一支 中國的國旗嗎 五星旗嗎 大家知道吧 知道這個事情吧 有一張圖片 在Google map上面 然後玉山上面貼著一支中國的五星旗 結果經過電視媒體一報導 所有的台灣網友就很生氣 說怎麼可以把這個 製造這種假照片 所以他們全部去把它frag 什麼叫frag frag這個字叫做檢舉 不叫做棋子 叫做檢舉 那你說要檢舉什麼 檢舉什麼 我們上去檢舉 說這一張照片是假的 可是 成千上萬人去檢舉 檢舉了半天 他沒有拿下來 這支棋子沒有拿 這一張照片沒有拿下來 那為什麼沒有拿下來 他還沒處理 可是他一旦處理 他會怎麼處理 他會處理到你台灣看不到 但是在美國看得到嗎 看得到 在日本可能也還看得到 在中國還看得到 但是就你台灣看不到 那個叫做frag 什麼叫frag 他是根據你認為這個內容不妥或不是 他只是就你地區看不到 這是他其中的一種選舉方法 可是在 這一個Yahoo裡面又不一樣 Yahoo一般人認為他 非常的有意識形態 他是屬於藍色的大本 你寫馬英九該死 他就幫你刪文 你寫陳水扁該死 他不會給你刪文 那人家說 你這個Yahoo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問題我也問過我的同學 是他們裡面的資深總監 我說欸 你們怎麼這樣 我就明明看到 你真的把人家這樣刪耶 他說沒有啊 我們很公正啊 但是我們有個小組在審查 但是如果有謾罵啦 有什麼什麼 我說那好 那謾罵到底怎麼定義 謾罵怎麼定義 一旦人為因素借進去 謾罵就有自由心證嘛 自由心證 有些人覺得三支金 這個不算什麼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三支金算什麼 所以這個叫做媒體科技跟科技媒體之爭 可是這樣子的戰爭誰會贏 我相信大部分人說 我可以隨便問我們這裡面 用Yahoo的請舉手 你的搜尋器進去 一進去 你用Yahoo搜尋的請舉手 Yahoo的 你看 但大部分 用Google的請舉手 所以還是 用Yahoo信箱的請舉手 用Google信箱呢 這個交代有比較進步 那 所以 當Yahoo去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位中國的民運分子 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中國當局 可是啊 中國當局要這一個人的IP 叫Yahoo一定要提供 Yahoo在那一年啊 楊志遠啊 就是Yahoo的串榜人 到了美國國會 金正會上面去 被美國國會議員罵 你是思想的侏儒 因為他提供了那一個 民運分子的IP給 給那個中國當局 結果那個人被抓去關起來 所以你要放在Yahoo裡面 你自己稍微小心一下 好 好 那麼 所以講到這裡 遠端的戰爭已經完全成功了 他是怎麼成功 要證明給你看 證明這是什麼 你的電腦就是我的電腦 我今天來演講 我也不用帶PowerPoint了 就掛在網路上面就好 掛在網路上面就好 那在我的課堂上呢 絕對不准學生用任何的USB 你不要給我插來插去很容易中毒 那我們國防部更好笑 有一次我去國防部那邊 我發現說 欸你們的那個電腦 為什麼那個USB 上面有一層白白的 他說那個是樹枝 我說那是什麼樹枝 他說我們用那個樹枝把USB孔 塞起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塞起來 因為有人啊 那個拇指跟來插下去 然後國家機密就帶走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欸這很奇怪 居然是用USB 用樹枝把它連起來 所以說有時候想到 我們那個國防機密 馬哈馬馬 哈馬馬 好 你的電腦就是我的電腦 在這裡啊 我們簡單先介紹一下 事實上呢你已經不需要電腦 不是說不需要電腦 你已經不需要帶著你的電腦到處跑 你只要說你能夠上網的地方呢 那麼你就可以上去看 你就可以上去看 那麼這裡呢 我們可以先第一個看 就是說 事實上在你的文字裡面 那各位如果有使用Google的 你就會知道有Google Docs 就是你的所謂文件 文件體系 你的文件呢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環境呢 適不適合你的用 這個整個的環境 跟你的Word像不像 像不像 是不是很像 那你文章就可以放在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寫 那你也可以把你寫好的上傳上去 有Word嗎 沒有 不是 事實上呢 它還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它還有什麼 它還有 它還有 事實上 剛剛各位看到的那個PowerPoint 就在上面 PowerPoint 你也可以上傳PowerPoint 然後呢 還有 你說欸 我平常還要做那個Excel呢 也是 也是在上面 那你說我要做表格呢 也是在上面 所以它已經具備了至少 Windows的Office 它已經全部跟你放上去了 它已經全部跟你放上去了 所以 所以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寫了一大堆論文 你要不要放在你的 你要不要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要不要 不用嘛 你就放在這裡就好了 可以分類 最重要的是 還可以共用 我寫到一半 我已經寫不下去了 我會找某某人說 欸我們兩個共寫這篇文章 那你要不要叫他到你的電腦前面 不用你在你家裡 我在我家裡兩個人一起寫這篇文章 這樣就好 還可以什麼 共享 好 比如我們剛剛看到這個PowerPoint 我們這個PowerPoint 事實上 我一邊在寫的時候 我還可以一邊發布 也就是同時 每個人上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正在解釋這個PowerPoint 是在寫什麼 在寫什麼 我可以一張一張的正在解釋 然後每個人通通可以看到我 每個人通通可以看到我 所以文字的部分 第一個它已經幫你解決了 還有你的Excel 你的文件 它已經幫你解決了 那事實上 是不是只有Google才提供這個功能呢 全世界啊 提供這種功能的啊 多的像什麼一樣 多的像什麼一樣 好 來 好 這個是 除了這個Google以外 我們也看到這個叫Think Free Think Free 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文件的書寫 所以你不用再去買一台電腦 然後偷偷的跟電腦公司講說 那個Winwall那個幫我裝一裝 大福鐵裝一裝 不要做這種事了 你聽完這堂課以後 你就通通不用做這種事了 因為你可以做的事情已經 已經網路裡面幫你做好了 還有線上的PowerPoint呢 不是只有 也不是只有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還有非常多的公司要集工 再過來照片存放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所謂的Freaker Freaker 可是只有Freaker 不是 各位知道 什麼Picasa 什麼Photobox 什麼什麼 通通都是 那麼這個Freaker 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 它的Medium Model是什麼 Freaker裡面有數億張的照片 我個人放在上面 就有三萬多張 兩三萬張照片 而且是Original 也就是 我一張是用多少像素拍 就是Original上傳到這上面去 那麼Original對我來講重不重要 重要 因為我是一個喜歡旅行 喜歡拍照的人 我需要原始的這一些檔案資料 將來如果萬一我要洗大一點 我不是說我用一千兩百萬像素拍 拍完以後 我就要讓它上傳到這裡來 上傳到這一個 Freaker的網站來 那Freaker呢 有了幾億張的照片 有一次他們的總裁來台灣演講 就有人問他說 你這麼多的照片是要創三歲 各位你認為 他那麼多張照片是要幹嘛 他是要做什麼 做倉庫嗎 大家的倉庫嗎 當然不是要做大家的倉庫 假設說我今天在這裡上課 我拍了一張叫交通大學 余副演講 可是另外有人 你回去你今天你也在這裡拍了一張我的照片 也是余副演講 交通大學 那我們兩個照片就會match起來 match起來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圖片媒體 圖片媒體 那你說它算什麼 第一個 如果你是professional 它一個月要收你錢 然後一年要收你錢 收多少錢 說台幣八百塊 買兩年再打八折 你說欸 我這邊就放在我的硬碟就好了 各位放在你硬碟 你的電腦就掉了怎麼辦 我有一個500G的硬碟 最近出了問題 裡面很多資料都拿不出來 那你說我來燒光碟嘛 光碟可以保持多久 好 那你又有一個問題 萬一這一家公司倒了怎麼辦 倒了怎麼辦 只是各位可以想想看倒了怎麼辦 各位知道有一家網站叫做無名小站 是交大人嘛 當初啊 我那個朋友要投資他們的時候啊 總共投資2500萬 他問我說 余夫你要不要投資啊 投一股啊 說多少錢要50萬 我那時候正在做華視的資金董事 太忙了 忘記這件事情 投資2500萬不到一年 你知道他一年後變 咬戶跟他收購買多少嗎 你知道嗎 7億啊 我的50萬就變成1700萬 我忘記了 好來有無名有網站的舉手 無名有部落格舉手 好我們現在來探討一個問題 那三位交道的學生 你們有沒有提供無名網站一張照片過 有沒有 有沒有提供無名一篇文章過 有沒有 有沒有 他們有沒有提供過 你覺得呢 有沒有 在無名有網 有網 有部落格舉手一下 再舉手一下 來 再舉手一下 那我請問這位同學好了 你覺得他們有沒有 有沒有提供過 蛤 一篇文章喔 一張照片 他們三個呢 有沒有提供過 蛤 沒有 誰提供他們文章 我 我 我寫了很多 我叫做笨蛋 還有你 你在上面有部落格的 你 我在無名有一個網站 150萬人看 160萬人看 我把它關掉了 這樣你現在還可以去看 我已經把資料慢慢搬了 你想想看喔 你想想看 他們三個人都沒有提供 那誰創造他們的價值 我們嘛 我們這些傢伙嘛 在那邊寫文章 辛辛苦苦苦寫上去 然後把自己辛辛苦苦 拍的照片提供給他 有沒有 有一天他關門了 我們就哭嘛 是這樣 他都沒有提供 他創造一個平台 所以內容重要還是平台重要 你提供了他價值 他把你轉換成價格 他現在有沒有說 感謝你跟我寫這麼多 讓我賣這麼好的價錢 所以各位我送你 多少股票有沒有 他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啊 沒有啊 是不是這樣 你提供了他的價值 他把它轉換成價格 他轉換成價格 所以誰最有價值 其實還是你 如果這家公司要倒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買他的照片 人家要清算一定是買他的照片 會買他的技術嗎 我會去買他的技術嘛 一定是說 你裡面的照片我先買 算多少 清算來買一下 他要的是這個 當你把所有的照片都上傳到他那裡去的時候 你想想看你對他會有多忠誠啊 多認同啊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他真正在做的意義 真正在做的意義 可是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已經到了這樣子的時候 FREAKER它上面還提供了你 沖印啊 做周邊產品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在上面 然後你到最後是什麼 你變成像我現在照片已經不洗了 就乾脆就放在上面 然後寄一個網址給朋友 來看喔來看 太好了來看這樣就好了 好這是照片的存放 當然照片的存放還有很多 這個講也一時之間也講不完 我們來看照片的幻燈片的秀 當然這一個更多 這一種 你要上去呢 好我要來做一個幻燈片秀 各式各樣的幻燈片秀 你愛做就是做 你愛做 你要放到無名去也可以 放到博客去也可以 放到這個什麼 匹克幫 匹克幫也是教大學生做的 各位知道嗎 也是被買走了 也是被買走 你現在要學這 那無名跟匹克幫來不及了啦 來不及了 你要是另外一套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 那麼 這一些東西在以前 各位想想看 你要儲存照片 你要把你的照片 又變成像slide這麼漂亮的東西 是不是要有工程師來寫 要不要 要不要有伺服器來存 要不要 人家要來看你的圖片 你要不要有頻寬 要不要 要嘛 要嘛 好 同樣的 我們來看看 影片 影片最有名的叫做YouTube YouTube是最有名 YouTube 沒有辦法顯示 好 反正YouTube 沒有人不知道啦 不知道YouTube的舉手一下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可是各位 各位 現在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先講一件事情好了 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 請問你第一手報導是什麼 什麼叫第一手報導 你定義的第一手報導 中國四川發生地震 你定義的第一手報導是什麼 是不是 你的手機在那一剎那地震的時候 拍下來的影像 是不是叫第一手報導 對不對 你等到記者再跑進去的時候 拼拼拍 那個地震早就已經過了 要救人了也都過了 等到輪到你記者進去 已經都過了 那個叫第一手報導 所以各位還記得 印尼發生海嘯啊 洒拉米的時候啊 第一手報導 所有的人在那一刻裡面 拍到的東西 叫做第一手 真實的報導 那這個就牽扯到一件有趣的事 你過去在新聞 在學校裡面學大眾傳播 什麼叫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 必須要選擇一群人 記者 編輯 叫做Gatekeeper Gatekeeper他們這些人 是經過專業訓練 精挑細選拉上來的 他要去追求真實 要去追求平衡報導 你想想看 現在記者有這樣做嗎 有嗎 一天到晚 一隻貓死了 一隻狗死了 也在那邊拍 然後甚至製造假新聞多的事 對不對 所以當這些Gatekeeper 已經不再被信任的時候 我在媒體裡面二十幾年 當那麼多的總監 如果有人在跟我講說 媒體需要什麼Gatekeeper 我說你那個叫做Mushan 需要什麼總監 所以現在就開始產生一種 叫做媒體的公民權 媒體的公民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一些可以放到上面的這一些 可以把照片 把影片放上去 我們看到很多記者 各個電視台 現在變成很好笑 好像記者都不用出去採訪了 只要每天看那個YouTube裡面 有什麼最新的新聞拿來報導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最近那個什麼 毒奶事件 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銀奶金不好 然後你毒奶事件你看 是不是從上面報導 是不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當你發生了 當你這些事件 都已經開始在網路裡面 成為主導的力量 就是你傳統媒體崩潰的時候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報紙已經倒了幾家了 請問你的新聞來源是從報紙來的 舉手 不要不好意思 舉手 一位 你的新聞來源從網路來的舉手 你都沒有要看報紙了 你看 報紙要怎麼賣 你都一家一家倒 倒了幾家 六家了 民生報 大臣報 自立早報 自立晚報 什麼中國中時晚報 最近中國時報又說要改成精英報 好 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請問你最近有去唱片行買過唱片嗎 你看 看多慘 一家台灣最大的唱片的中盤商 已經倒了 叫亞洲唱片 倒了 這個 上次他們算 去年好像是 廣告 賠掉了三四十趴 就是不見了三四十趴 為什麼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被全世界大廠 視同大中華市場的一部分 那又剛好大中華市場 中國市場起來了 所以很多廣告呢 已經不用放在你台灣了 放到那邊去人比較多 所以台灣的廣告很久不見 你想想看可口可樂廣告你多久不見 你想想看可口可樂廣告你多久不見 是不是 印象中好像很模糊對不對 我去到那個中國呢 什麼可口可樂 麥當勞 什麼一大堆啊 一大堆 所以時代已經在 所以 再下來 那你說那沒有廣告 那再下來 為什麼會倒 結構性要倒 因為它七八百人要養 我做過電視台的總監 七八百人怎麼辦 要關門啊 放薪水就快要發不出來了 所以就變成這樣 所以當它開始在瓦解 你說 現在網路好像看YouTube又不要錢啊 當它開始在瓦解 當傳統媒體開始在瓦解 等到它已經瓦解結束 就是網路開始收費的時候 開始收費的時候 因為已經沒有其他的消息來源 還有NP3 我的學生我常跟他們講 我記得2001年 他是陳水粉當選總統 八大音樂唱片業者來跟我講 他說欸 帶我們去總統府見一下總統 我說什麼事 他說我們要抓盜版 我說好這個事情我樂意幫你安排 那我們就去總統府 可是那時候的八大 台灣的八大音樂公司 在抓所謂的盜版是抓士林夜市嗎 抓士林夜市的唱片嗎 是不是 不是啊 抓誰 抓你們學校校園裡面學生的電腦 因為你們上傳下載NP3最多 是要抓學生的 所以那時候逮到一個學生 要告他把他嚇死了 對不對 大家還記得嗎 可是在我的學生裡面 我說不要做這種事 你還是可以上傳 但是你上傳到網站去的時候 老師教你怎麼樣做為private 個人欣賞就好 放在網路裡面 你出國去 你還是可以個人欣賞就好 你不要給我放到private domain 你不要放到公共領域去 讓人家上傳下載 個人欣賞就好 我只要擋你擋不住 但是照樣的你的音樂也可以放上去 這是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好啦我們從剛剛一直講 講到現在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漏掉的 照片 音樂 文字 PowerPoint Excel 是不是 還有程式要放哪裡 你自己上來看 你寫的程式要放哪裡 你自己上來看 已經通通都需要了 所以 下一步呢 我們來看一下 iGoogle Google本身呢 是在創造一個帝國 它就是在告訴你 它正在創造一個帝國 這是我的 我進入Google以後會有這些 我先跟各位介紹 最上面那個叫Google Analyst 叫做Google的技術器 那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就是所謂的 收視率調查報告 你來我這裡 從哪一個入口進來 用的是Yahoo Google 還是 還是用Firefox 我都會知道 你 你進來 走過哪裡 看過哪幾篇 我都會知道 那這一種技術器 在過去 一個公司如果真的要做 像我們電視台 真的要做這個 要花好多錢 賺千萬吧 可是它現在是怎麼樣 Free 給你用 不用錢 用免免免 吃要死 吃要錢 吃完還可以賣老弟子 這是他們厲害 我們再看 下面那個叫Blogger 有沒有 再過來叫Gmail 再過來我們看到一個叫I Google 我想如果有用Google的人都知道 I Google是在Customize 你個人的Google的首頁 那我們再看Nord Nord是一個 等一下我們講好了 再過來我們看Maps Google的地圖 各位你不曉得Google的地圖 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了 你知道嗎 已經發展到全3D了 全3D了 好比如說我要找交通大學 那麼它未來的發展就變成 這一棟 另外那一棟 人設院的哪幾棟 全部都蓋好在Google的Maps上面 那你說沒有啊 我現在看就沒有啊 你看紐約有沒有 紐約都是這樣 它已經發展出 紐約是帝國大廈什麼什麼的 3D的這個建築金出來 那Google Map是要 它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目標是要把人類所有的智慧 就全部放在我這個Google Map裡面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我每一次畫政治漫畫 我就把我政治漫畫的地圖 標示在哪裡 標示在總統府 台灣的總統府 那你如果去搜尋總統府 你就會發現我的漫畫 這樣懂我意思嗎 發現我在批評政府 批評總統府 然後每一個人來都會發現 好交通大學 可能外面有一個好吃的店 那我去看了 我就把它寫在 這個好吃的店是在這裡 好我曾經在交到哪一個地方 跟一個女朋友 談了戀愛 或是跟一個男朋友談了戀愛 我把它的地點標示出來 Google Map 將來就要做這樣 在跟手機配合 在跟手機配合 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 他正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看來 他已經快要成功了 他有些失敗有些成功 那我們看到這裡面還有什麼日曆 什麼文件啊 什麼的 嘴巴好像痠的 嘴巴好像痠的 對 就是Google準備要建立的帝國 那它是怎麼樣 它現在是開始把一個一個網站吃掉 吃掉吃掉吃掉 要建造它整個大帝國 整個大帝國 那這個就是Microsoft最怕的事情 微軟最怕的事情 好 那你說你講了這麼多 那我就在告訴你 我從頭到尾 我講到現在 請問你要付錢的是什麼 我剛剛講說你要付錢的是什麼 FREAKER嘛 你要做PRO級的 兩年 一千六嘛 打八折 就那個而已 其他我有沒有叫你要付費 有沒有 你可以上去試試看要不要付費 好 好 有一篇文章 我不曉得這裡有沒有念 一篇網路什麼資訊工程的 有沒有啊 先資訊工程舉手一下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念資訊工程的 沒有 知道他不是有資訊工程嗎 那你今天沒來聽這堂課太可惜 回去趕快告訴他說你慘了 這篇文章要看喔 好 ZOHO 我來介紹這家公司是什麼公司 這一家公司提供一個公司 所需要的任何軟體 是印度人開的 叫ZOHO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有ZOHO Mail 你這家公司需要有Mail嘛 對不對 Mail系統嘛 那我提供給你 需要這個 這個 ZOHO Writer 也就是大概是相當於這個 我們叫做文字處理 處理那個叫什麼 我不會翻啦 再過來Google Shit 就是差不多是那個 Shit 花長音 Google 不 ZOHO Shit 就是相當Excel ZOHO Show 就是差不多PowerPoint嘛 ZOHO Docs的文件 ZOHO Notebook 筆記本 ZOHO Wiki 連Wiki都有啦 Wikipedia都有啦 ZOHO Share也有 ZOHO Printer 計畫 各位有沒有注意看到 有一個叫ZOHO CRM 我做事的時候 唸的是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 CRM是叫做客戶處理 這是一門大學問的 他居然已經提供了 他也提供這個系統 那你知道以前我們要買一個CRM的系統 要花好幾百萬 現在給你用不用錢 不用啦 不用錢啦 ZOHO Invoice 就是ZOHO的發票 ZOHO的meeting 開會用的 等一下你自己看 好啦 所以就有人寫了一篇文章 他講這個事情 六百人的公司 把所有的網管的生意全部搶光了 你將來大學畢業 如果進到一個公司 你要去做網管 當然如果你進那個什麼 鴻海啦 台積電啦 那個當然很需要 那他一定要建構自己 因為公司太大 機密太多 可是你如果進到一般中小型公司 你根本就沒有工作可以做 那各位其實不曉得電腦的發展的過程 我的過程是這樣 我的過程是 我大學時代學的是Fullchain Cobo 各位有沒有聽過啊 有沒有聽過這個程式語言 大概老師幾的才有聽過 什麼Fullchain 什麼Cobo 我們那時候要 電腦呢 要處理呢 要用那個卡片 填 用鉛字筆填 這個老師可能知道 要用鉛筆什麼來填 要打卡耶 各位知道嗎 那時候電腦處理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電腦處理 大概要一間這麼大一間 才能放個什麼電腦 什麼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剛大學畢業 去電腦公司 去那個一個公司裡面的電腦室 那個是外表白的事情 你知道嗎 要請他打一篇文章 要用鉛字筆填 這樣 可是後來個人電腦出現了 每個人都可以打文章了 那個電腦工作室的人 就拜拜再見 那現在為什麼又需要電腦的人員啊 為什麼 為什麼需要網管 各位認為為什麼需要網管 因為怕駭客嘛 對不對 因為要買自己的伺服器嘛 因為要買平寬嘛 所以要有人來維持嘛 可是各位你想想看 Zoho在跟你講一件什麼事情 你都不用做 我做就好了 我做 我提供你免費使用 我做 我做就好 那怎麼辦 那你公司需不需要伺服器 我的公司弄一台伺服器 一天到晚被人家攻擊 就是有那種人專門在攻擊的 然後我們的那個政府網站的伺服器 最好笑的是我常常接到那個 我們政府各部門的那個會議結論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些政府官員跟我來往 換了名片以後啊 他就把我的email地址輸進去啊 輸進去他就被木馬入侵啊 木馬入侵以後就開始一封一封信寄啊 然後順便把他的會議結論寄給我啊 那我又不好意思打 我又不敢打開 怕中毒 所以就變成很好笑 可是這個一直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不要錢 不要伺服器 不要頻寬 不必防駭客 那各位看到我的網路 我的上面呢叫做Dakam 有沒有 我的上面叫Dakam 有沒有看到 Dakam 什麼意思 這個公司是在美國嘛 Dat T W 叫什麼意思 台灣嘛 Dcien 叫什麼 中國嘛 那跟你講Dakam在美國 那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然後選舉期間最好笑的是 我開那個玉山網路電視台 然後我們那個 那個對手的陣營就 開記者會說 我要叫NCC去抓那個漁夫的網路電視台 我就從網路裡面寫一封信跟他講說 不然你這個立法委員 你是青梅啊 是沒有讀書 你不知道上面寫Dakam嗎 那你NCC管哪一條啊 喔 管哪一條 所以Dakam 但是Dakam的另外一個意義喔 這個叫Blogger Blogger是誰買掉的 Google買掉的啊 那Google買掉 所以你如果要進來 嗨這個網站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要打敗誰啊 打敗誰 你這樣打敗Google嘛 Google全世界三四十萬的精英 跟你的駭客小台 怎麼打敗你 Google如果敗了 如果失敗 那我們就認了 我這個叫做 簽訂台美共同防禦協定 好 那 這個我們今天的演講 還有錄影 可以直播嗎 可以 事實上是可以的 我們來看這個直播 這個直播是這樣子 最近呢 我們這個 陳前總統被電視台 哇 他這個要外掛程式 好 這個學術網路會Blog2 我用口述好了 最近呢 我們那個陳前總統接受 這個中南部的電台訪問 好 各家電視台都有這一則新聞 那麼出現了一個影像 是陳前總統在接受訪問的直播影像 直播影像 那個影像是誰 誰提供的 就是我們 直播喔 你以前 你如果問那個會電腦的人說 唉唷 直播喔 這不是要花幾百萬 你去買平寬 一個月至少要花個幾百萬 買那個中華電信的平寬 就問我說 你花多少錢 我們這個 他最高的時候 681個人 同時在線 所謂681人 不是說那個 681是定的 是那個來來往往 那個流量 叫681 可能是數千人 好 然後 然後 我說阿你 阿你這個頻寬怎麼承受得起 我說我就承受給你開 阿你開多少 不用錢呢 他不信 他不信 所以這個網路第一代的人 跟網路第二代的人 講話呢 叫做 集同亞講 好 那你說 你說 他這樣聽起來 這都不用錢 這樣我趕快來開一個我的部落格 來我們這裡 有沒有部落格達人啊 請問你的部落格一天 到現在為止 有30萬的人 舉手一下 30萬的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部落格達人 30萬的有沒有啦 有沒有 20萬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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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嗎 10萬的有沒有 10萬的有沒有 5萬的有沒有 5萬的有沒有 有沒有啊 還是不好意思舉手 5萬的有沒有 來各位 在5米有部落格人 再舉手一次好嗎 請問你們有沒有 5萬以上啊 有沒有 5米5萬以上叫什麼意思 5萬人到嗎 不是 叫做5萬個瀏覽的頁次 Page View 它不是Vidgest 叫Page View 那我這一個 這個學校的學術網路有點 把它Block住了 就有點亂掉了 總計呢 160 160萬嘛 有看到了 160萬 這個我不要了 這個網站我已經不要了 這個Block我已經不要了 我只把它掛在那裡 我只把它掛在那裡 讓大家進來看我另外一個 你說160萬怎麼會不要 你160萬 不簡單耶 我們隨便一個網站隨便通 不要說Page View 我們說到達 到達 一個人進來會看好幾頁 到達 隨便到達都有一百萬 那 為什麼不要 各位知道網站裡面 瀏覽人數最多的 目前台灣是誰嗎 各位知道是誰嗎 有沒有人知道 彎彎嘛 彎彎知道嗎 彎彎第一名嘛對不對 多少人看 一億多嘛 不會知道嗎 一億多知道嗎 彎彎有一億多耶 我上次看是一億多啦 現在是多少我不知道 可是彎彎賺什麼 彎彎賺了什麼 各位覺得彎彎賺了什麼 彎彎賺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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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一支 有沒有 廣告費對不對 是不是台各大的廣告啊 彎彎賺的這個啊 還有什麼出書對不對 那一億 想想看一億 一億我們假設說 他的實際到訪是五千萬 假設這樣 一個人看兩頁平均 那五千萬人 一個人給他一塊錢 他是不是應該要至少五千萬 那五千萬 所以個人部落格做得很高興的時候 這個要幹嘛 要賺什麼錢 所以做個人部落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那你說我才剛做 你就跟我講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所以現在要告訴你做什麼 叫做交友網 其實我們台灣啊 沒有 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過幾個課程 是專門在叫交友網 那你看看我們 這個是政治的網站 我們這個啊 隨便啊隨時啊 什麼三十六人啊 什麼五十幾人啊 到了三更半夜就兩三百人啊 同時在線 每天來大概七八千人到訪 這做了才剛開始兩個月 最近昨天破百萬 百萬流染人次 破百萬流染人次 那這一個是叫做 社交友網 交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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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最有名的美國的交友網 叫Facebook Facebook 而且像我女兒 她剛剛從那個華盛頓大學畢業 她們那些大學生幾乎不要 沒有用Facebook 她們動不動啊 為什麼 她的同學都在上面 她的同學通通都在上面 每天都有Gossip 每天都在聊天 那我們這個交友網呢 她是排名大概美國 號稱第三名 好 我們來看看她的結構是怎麼樣 第一個 各位看到她有一個公共聊天室 也就是她隨時都有人在聊天 第二個 她有一個最長的活動 她平均一分鐘是1.2個動作 再過來 她也可以貼個人的部落格文章 也可以提請討論 你看到每一個回覆都很多 一大堆人在回覆來回覆去 什麼28回覆啦 什麼多少回覆啦 一直在回 然後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直播系統 我們隨便點一個來試試看 可能又被學術網站又要 又block住 那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 我們等一下再取得外掛好了 它這裡有一個直播 直播 那各位看到我們上面有好幾個直播 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把所有的電台 很多電台啊 我們全部把它整合進來 也就是所有電台全部都在直播 在這上面已經都在直播 那它的會員呢 我們的會員一直在增加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快要到2000人了 才兩個月喔 這是我們的會員 那上面呢 還有各種不同的主題 那各位不要來參加我這個了 參加如果你有興趣 我等一下介紹另外一個 那這個是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裡面 就每個人有什麼台灣豔魚 台灣什麼熊戰 台灣什麼 每個人都可以創造一個主題 也就是說它這裡面呢 是所有的人一起來共同創造 那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叫做 我的個人頁面 每一個人在這裡面 哇沒有登錄 每一個人在這裡面 都有一個自己的頁面 換句話說 你就這個叫做一個小型的無名網站 這樣懂我意思嗎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都有自己的 但是每一個人共同來創造 共同都來創造 創造它的內容 所以 這麼講 在第一代 官網 你去所謂的官網看 很多那種官方的網站 哇做得漂亮當當 那個叫做冰山美人 你跟他寫一封信留言 請他回覆 他可能從來不理你 像那個總統府什麼網站 我們給他寫了一個建言 可能兩個月後 他都還沒有回你 那個叫什麼 冰山美人 那你說我的部落格呢 你的部落格叫做冰郎西斯 打扮得很嬌嬌的 人家來了 就趕快跟他互動 就趕快跟他互動 沒錯 但是交友網叫什麼 就是菜奇亞 菜市場 一群人一直在那邊交談交談 可是各位會想說 那邊有什麼好處 當你有一群人 共同在創造一個 在創造一個交友網 那一群人共同在貢獻內容 那麼這一群人 就可以再吸引其他更多的人 也就是他是一個新的媒體的開始 當他 我們現在一天啊 來六七千人 當我們一天有來到五萬人的時候 各位中國時報一天也不過發行七萬份而已 那誰大 誰大 我可能就比你中國時報大 對不對 而且我這次還是會員喔 可是你中國時報還是作者 還是記者作者編輯 在操控內容喔 我這裡面的不是 我沒有Gate Keepers 就是直接最底層的聲音在發布 在發布 那好 那我想半天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要講個人電視台嗎 你也可以開一家電視台嗎 對啊 那我不是要告訴你直播我有啊 好 高畫質的影片 在我們裡面也有 喔 高畫質的影片 然後 你想做一個電視台 那有收視率調查報告 我剛剛有沒有跟你講收視率調查報告 有沒有 還有 這只剩下 這邊所有都講完了 你說它缺了 好像缺了一個什麼 叫e-commerce e的商務店 那個好像很多嘛 什麼PC號也有啦 Yahoo啦 什麼都會有 你再去買一個威智就好了 你就可以開始要賣你 這一個族群裡面需要 這一個分眾市場裡面需要的東西 換句話說 假使 假使 那個 交通大學 假如說交通大學藝術系 做了一個很成功的 叫做交友網 很多人 都跑來交通大學 這個藝術交友網裡面 跟 交通大學的藝術交友網合作 那這個平台就成立了 就成立了 我就是在告訴你這件事情 那 我們呢 也做出來給你看 也做出來給你看 可是 各位知道嗎 以後的網站不會長得像交友網 不會長成2D了啦 大概過兩年開始呢 交友網這種都還算是 這個2D的不夠看 要來3D 又被剝住了 好 沒關係我們來看這個 叫做 這一台呢 是我在宏光大學呢 所設立的一個宏光網路電視台 他們當然就是根據我的理念 在做 那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叫做 我們先來看網路教學 叫做3D的聊天室 以後的網路會長得叫做什麼樣子 我給各位先看一下 長得像類似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3D的房子 這是一個3D的房子 那你說怎麼有恐龍 我愛設計這樣不行喔 然後這個房子裡面呢 各種家具有沒有 有一樓跟二樓 那它的門檻高不高 我還要設計這個恐龍嗎 不用 它給你原件 窗戶它給你 無的沒有的 它通通都給你 那你說這個要幹嘛 這個要幹嘛 各位知道這個要幹嘛 我為什麼這些原件呢 這些原件你說 放在裡面是放水喔 不是 你點恐龍 可能就點到我另外一個網站去了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這裡面呢 各位看到呢 遠遠的地方 有一個電話亭 這個電話亭是做什麼呢 是給超人用的 換衣服用的 好 換什麼衣服 一點進去就到另外一個場景 一點進去就跑到海邊去 那我可不可以到深海裡面去 可以 我也可以設計一個叫到深海裡面去 那 深海裡面去 我點了這個恐龍 這個恐龍也可 也就是跑到我的漁場劍埔去 那你說設計這個幹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上面 這個是我 這個要跟我太太報備一下 這個是漁夫的3D女友 這是我在裡面的女友 這個角色就是我啦 那我把它弄得很火辣 跟我長得一樣黑 然後讓引誘 引誘人家來跟我講話 那你說只會講話嗎 不是 那會不會做那種不應該做的事情 會不會 不知道 發揮你自己的智慧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可以打架 先打一頓再說 可以踹人 可以給人家一巴掌 你們晚上有空啊 自己進去玩一玩 自己設計一個 目前不支援 中文聊天 但是呢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在記事本把它寫好 再把它貼進去 它會用文字 它會用圖片檔處理 所以還是有文字 那懂我意思嗎 那將來 這一個叫做Library Google 也是今年剛剛推出 但是它是比較簡單的一種 所謂的3D的 它不是聊天室 它其實就是網站 那這一個呢 是簡易型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是入門啊 真正的呢 真正未來的網站叫 有一個你們回家 我這裡沒寫你們也可以 反正你腦袋記一下 叫做Second Life 大家有沒有聽過 第二人生啊 第二人生在做什麼 它也就是3D的大 大聊天室 那你可以買一個島 有一陣子 我們有一些 台獨的朋友說 不要這麼辛苦 我們進去裡面買一個島 自己設計 台灣共和國新國家 台灣共和國新國家 然後 有沒有人這樣做 有 瑞典 瑞典政府在裡面 做了一個Ambud 就是 瑞典大使館 真的可以簽證 真的可以簽證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他真的有人出來跟你講話 真的可以簽證的 還有一個叫Toyota 你可以到裡面去啊 去試車 試車 那事實上呢 有很多大公司 早就已經看到這個 這一塊第二人生 這是未來 未來的 這個世界要發展出來的 所以你說 看了半天 原來網站2D的 還有3D的 2D的已經落伍了 還是落伍 這個如果出現中文版 我想我們應該會有 很多人會喜歡 請給我水好嗎 我不要茶 好 好 3D 那我剛剛一直在跟你講說 Social Networking Social Networking 這個世代 我們叫做Viki 維基世代的全面來臨 就簡單講就是 各位以前知道那個百科學書 最有名的叫大英百科嘛對不對 大英百科要寫一條 就是要報 博士 教授 專家 經過很久的研究 才能寫一條 各位知道嗎 你要看還要互惠呢 可是後來出現一個叫 Wikipedia對不對 維基百科有沒有 你們現在找最多 不是找那一間嗎 對不對 它有多少條 數十一條 可是中文版呢 才有十幾萬條 那中文版它為什麼 只有十幾萬條 它已經被中國道路趕出去了 它不能在中國道路出現 它維基在中國道路不能出現 可是它委託的管理員 都是海外的華人 那我們台灣人只要寫一條 像我去寫過一條 他們那些人通通來罵我 就是你台灣人不准你寫 所以他們到目前為止 才十幾萬條 才十幾萬條 可是這個維基 代表一個意義 三個臭皮匠 曬過一個諸葛亮 然後你說 它是匿名 它是什麼的 殺金 殺價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它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它的量大 它量很大 所以你什麼都可以去找 什麼都可以去找 這個就是維基 可是維基 在叫你一件事情 來 我們這個叫 What I Taiwan 什麼叫 What I Taiwan 這是新聞局 舉辦的一個活動 新聞局 舉辦的一個活動 叫 What I Taiwan 我愛台灣 那這個是這樣子 我記得我那個 老友 謝志偉 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他說余副 你幫我做一支動畫 我要進入聯合國的那個動畫 你幫我做一支 我說你是要我賣多少錢 十萬喔 二十萬喔 我說好 我幫你做完 也只有一個創意啊 然後我要放到哪裡去播 他說那怎麼辦 我說好 那我教你 你現在 就是 把那個 經費 擴大 然後 你辦一個大型的活動 所邀請所有的 全國 人民 愛台灣的 通通來拍一支影片 送到我們這裡來比賽 先放上網站去 然後去做 票選 結果他就跟這一家 叫RMTV合作 做出了這個 各位知道來自多少支片子嗎 438支片子 438支片子 你看這樣就產生438個創意 所以這一個世代已經完全不同 叫做維基時代的全面道理 各位如果有空啊 到那個PNG啊 保檢是全世界最大的 做尿布做什麼有的沒有的 保檢 保檢三分之一的研發呢 開放出來給大家做 一般人去做 那你知道我那個點子 好 我幫你把它做出來 我跟你分 那這一個叫做Oh My News 是韓國的 韓國的這個 Oh My News這一家 這一家公司呢 韓國的 各位知道它 這家報社 它網路報社就對了 你知道他們有多少個記者嗎 有四萬名記者 去哪裡找一家報社 有四萬名記者 那它是怎麼做 你每一個人都可以寫一則新聞上來 然後我最後 都是在這上面 這一家呢 後來被 日本的軟體銀行 Softbank的孫正義啊 買掉了 再發行日文版跟 中文版 中文版 所以它是共同的創作 再過來我們看 這一個叫Cullen TV 就是 這個是高爾做的 美國副總統高爾做的 那它是怎麼做法呢 我這一家公司 這裡面的影片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我professional做的 三分之一大家來投稿 大家來投稿 那你如果這個東西好 我幫你拉上來 這時候我就付你錢 付你錢 所以叫做危機時代 各位想想看 那你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你拿了一個大的 像這這麼大支 有沒有 我們電視台更大一支 有沒有這麼大一支 然後拿去拍人家 然後我們玉山那個公民記者 拿一支這麼小支 像刮鬍刀 然後在那邊拍 然後那個電視台記者 就很看不起我們的公民記者 就講說 你那是要打什麼 那我們公民記者就回答說 不然你這支這麼大支 是一個頭能拍成兩個嗎 你在網路裡面 因為數位化的結果 各位看 Full HD 現在在家用 Sony才賣三四萬 我們公民記者還用 那個也是HD 電視台常常引用我們 你回去注意看我們 我們的影像都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清晰 那個才一萬三 現在又降價了 什麼一萬一一萬二 我忘記了 然後 穿震什麼什麼 不是跟你們講嗎 是第一現場就拍嘛 第一現場就拍 當然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各位你要知道我們那個直播啊 我剛剛講那個直播啊 傳統的電視台直播 要開一部SNG車 SNG車一部是一千三四百萬 開到立法院挺好 把衛星對準 然後再開始直播 各位知道這樣嗎 對不對 可是我們是怎麼直播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一台 一台這個EPC 然後這個打開 上面不是有一個web camera嗎 有沒有 再裝一個3.5G拿著就到處跑 而且在高速公路上還可以直播 但是SNG要定點 要定點 所以我要有一些朋友啊到那種風化場所去 我說你這時候要小心一點 我說這個時代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那個狗仔隊馬上給你直播 這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Wikipedia 因為你在創作的過程 維基百科創作過程是匿名 所以真實 真假不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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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Google又跑出來挑戰 Google出一個叫做Google No Google No 那我是在做什麼呢 好 這一條是我寫的 叫彰化扇形車庫 那我可以寫一條 但是我有署名喔 我 我是誰喔 還有我的履歷喔 我的email怎麼寄給我 那別人可不可以來改 可以 我允許你改 開始署名 那這個是剛剛推出來的 這個寫中文的大概就我這一條 兩條而已 可是它如果慢慢推行出來 就是可以去 台灣如果以後 誰寫的這一條是什麼 reference 參考什麼 comment是什麼 上面都有 慢慢的這種 這種世界一來臨 那我們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危機 危機百科 危機百科 好 好 好 那到了這個世代 已經 危機世代全面來臨 那各位知道 認為網 我現在再調查一下 因為很多人快睡著 認為網路裡面 有 一千萬支影片以上的人舉手 一千萬支 兩千萬支 三千萬支 四千萬支 五千萬支 你們真是堅定的讀者 總共啦 根據FOO 有一個網站叫FOO 搜尋引擎 網站目前可以搜尋 五千五百萬支以上的影片 狗親狗八百萬支 你一天看兩百支 你要活到兩百歲也看不完 這裡 我們有跟你寫得很清楚 他網站多的是 看不完 看不完 這個我是不鼓勵啦 但是各位知道 眼線片要去哪裡看 我們都知道 那 換句話說 人類啊 各位想想看 人類有多偉大 第一支侏羅紀公園的時候 用硬碟 每一塊硬碟叫五十妹 用硬碟去做那個 侏羅紀恐龍的時候 才發展出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五十 五十妹的硬碟 總共排滿了一個珠球場 才拍完 可是現在的硬碟呢 隨便一顆硬碟 五百幾個 來 丟給你 有沒有 已經差多少 可是各位想想看 人類的創作力 不是任何的 電腦硬碟再大的發展 是我能容納得完 這就是人類偉大的地方 這麼多記憶體要幹什麼 可是人類想像力還是超過你記憶體 創作的能力還是超過你記憶體 這就是人跟機器的不一樣 最後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簡單的結論 我覺得傳媒啊 傳統的媒體啊 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我個人呢 是歷經所有傳統 歷經所有媒體革命 我在1982年進入中國時報 1989年我得到 吳順文新聞漫畫獎 那我記得1986年的時候 我離開中國時報 那我為什麼離開中國時報 因為我要把政治人物的臉 畫進漫畫裡面 你們現在看畫那個什麼 陳水北 馬英九 你愛畫誰就畫誰 我們那個時代不是這樣 我們那個時代要畫蔣經國 你只能畫到他的輪椅 他最後在做輪椅 有沒有 你再畫上去你就不見了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呢 我又怕那個政府啊 國民黨啊什麼 告我啊 趕快把我的財產移給我太太啊 怕他們告我毀謗啊什麼的 所以現在民主自由 我太太錢都不還我 我那個時代啊 這是要開玩笑的話 那個時代裡面 我們就突破了這個漫畫 我那時候就有一本書叫漫畫景 再過來我們突 我歷經了報紙解嚴 報紙解嚴 再過來 那個我們早期的時代 你要辦一個電台 那個時候就黨政軍可以辦喔 不是隨便人可以申請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用地下電台 衝擊體制水法 現在地下電台 不是說地下電台 現在電台 你就要按照程序來申請 經過評審委員評審 因為你使用的是國家資源 那你就可以辦電台 再過來有線電視台 我就是早期平面媒體進入電視 有線電視 我還記得我進入TPBS的時候 只有兩組記者 我是連續三台的 三個家有線電視台的 創台元老 就是TPBS超市跟三立電視台 然後我最後是在三立總監的位置下 可是各位 我剛剛去有線電視台的時候 有一天 有三家無線電視台 一位總經理 看到我說 儀先生 你那個有線電視台 簽那個線 你要簽到民國幾年啦 我兩年就把他打敗了 兩年就把他打敗了 那我最後是 就是華視的時候 我是幫那個江曉他去當總經理 我幫他做 看數字跟數位 可是各位在想 我在2001年的時候 正式離開三立電視台 為什麼 我覺得我已經變成 國家的亂言 不願意去做 但是我後來一直在想 媒體在下一步是什麼樣 什麼革命 什麼革命會來臨 媒體的什麼革命會來臨 所以我今天在講 告訴你說 網路的革命已經來臨 已經到達啦 這種叫做創造性破壞 那什麼叫創造性破壞 比如說 可口美 本來在賣番茄汁的叫什麼 可口美嘛 各位知道嗎 它賣鹹的嘛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一天有一個人叫做愛滋味 有沒有 可是你賣甜的 哇 可口美要回頭去賣甜的 來得及嗎 來不及 這個叫創造性破壞 創造性破壞 那尤其是在 每一幾圈啊 這些更容易 這個我們的硝牆明明還是長得那麼漂亮 那麼迷人 可是為什麼突然之間變林志玲是第一名模呢 所以這個叫創造性的破壞 創造性的破壞 這種一出來啊 它是開闢新的市場 它不是只有破壞原有的舊的 還開闢新的市場 以前台灣沒有那麼多什麼 以前台灣八卦雜誌也很多 但是沒有像《一週刊》這樣 可是《一週刊》一方面 把台灣的舊有的什麼獨家報導 美華 把他們的市場吃掉了 但是一方面還打開了另外的市場 這個就是創造新聞破壞 所以今天這一場 是在告訴各位 其實你就可以看電視台 看電視台 主辦單位要我留半個鐘頭 20分鐘給各位問一下 請問有沒有問題 我們不要僵持 我們把握時間 不要這樣我看你你看我 要不要舉手 我們把握時間 我是機械系大二的學生 想要請問老師 在這個資訊發展非常快速的時代 我還沒有創部落格 部落格就已經快要過去的時代 我們 你對我們大學生有沒有什麼建議 好 謝謝你 我一開始在演講的時候 就一直在跟各位講說 我這一堂課是18堂課要講完的 那我都是在告訴我的學生 你一定要利用網路來行銷你自己 換句話說個人品牌的時代已經來臨 已經來臨 那你不要再去相信那個什麼 電視台啦什麼大眾傳播啦會幫你宣傳啦會什麼 那個時代都過去 所以就會一直要教導他們這一些東西 就是要讓他將來網路裡面就吸引到你自己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次我去信義劇化區 我就看到一台那個房地產公司的廣告 那個車子停在那裡 遠遠看見一個人 那個廣告是一個年輕人站在那裡 那我就問我太太說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哪一位明星啊 我就走過去一看 原來是賣房子的那一個人 就是要賣那一棟房子的那一個人啊 那他宣傳的不是 他不是用明星去代言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是用他個人來代言 他是說我是專業的 我專業的 所以我是宣傳我自己 不是說 我以前也拍過房地產廣告 那叫漁夫去做那個房地產 不是 你看我們現在明星有沒有 像最近那個三鹿奶粉 是那個中國那個叫什麼明星啊 就是被人家笑嗎 有沒有 他不是在那邊做代言人嗎 明星做代言人時代遲早會過去啦 遲早會過去 個人最重要 行銷個人 所以個人品牌是代來的 那這是我的意思 那這是我的意思 這樣回答人滿意嗎 好 來 下一位 你好老師 我想請問一下這種交友學的網站 那除了廣告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營利模式嗎 我剛剛就是一直在跟你講說 最後一段 就是說當你已經 比如說我們這一班 我們這一群人 已經創造了 這樣一個交友網站 那我們這一群人裡面 裡面是不是有人開始就 可能你去開什麼公司 我去開什麼公司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 因為我們這一群人的聚集 長期的已經形成了一個相互信任 那我就可以開始推出 我們這一群人要的商品 那我們目前在這裡面呢 我是不營業 我老實跟你講 我是不再 我是沒有 我是不再想那個賺錢的事情 對我來講 但是我女兒就很聰明 我女兒一看到我這個 就跟我講說 爸爸你這個會賺錢 我說為什麼會賺錢 他說我知道那個怎麼樣賺錢 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在想說 比如說我有一群學生 我已經留學經驗很多了 對不對 然後你們要來美國留學 你要問我嘛 對不對 你平常去問那個什麼 專業公司嘛 但是我們這裡有一群 比如說我們有數百個 都已經留學經驗很多的 我們在這裡寫我們的留學經驗 好 當你要加入的時候 你問說這個 當你要加入的時候 當你要去賺錢的時候 有沒有經濟系統 有 叫做PayPal 你有空回去研究一下 他可以跟PayPal合作 這在美國啊 很多學生都用PayPal 很多美國人都用PayPal 我不曉得學校有沒有教 PayPal 各位知道嗎 Pay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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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時候會覺得 我來大學演講 每一次講一講 好像大家 我在講的這裡 都沒有聽過 都沒有聽過 還是都沒有教 不曉得 PayPal就是可以跟這一個合作 如果我們要做盈利 他就可以用小額付款 因為PayPal最重點 是在Michael 我們叫Michael Payment 就是小額付款 小額付款 他第一個 他就在這個模式 就可以出來 但是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 那個廣告不是我們賺喔 那個Google廣告 是那一家 Link那一家公司在賺 那個不是我們在賺 我開這個才兩個月 另外重點是 我沒有去想他要賺什麼錢 但是我知道 他只要聚集的群聚 community 就會賺錢 就一定有賺錢的方法 不在於人數 所以我為什麼跟你講說 部落格 你150萬人看 跟你這種郊遊網 你150萬人看 是另外一回 完全另外一回事 因為這150萬人是聚在一起的 他可以形成一個community 只要有community 就有所謂的Vice Model會出來 會出來 我這樣回答你滿意嗎 好 謝謝 還有沒有哪一位 等一下那個老師 就是剛剛投影片 沒有提到那個郊遊網嘛 那提到那邊的時候 我有想到像是 放P的那些部落格聯播 或是像皮克幫那些小圈圈 那些是不是有符合 你所謂那些郊遊網的定義這樣 好 這個很好 這個有趣的問題 放P還有那個叫什麼 PROG PROG 有沒有 還有 論壇 這一些 我應該怎麼講 我一直在告訴很多人說 WEB2.0是像學柔道 不是學踩拳道 踩拳道練B招式 我大學是柔道校隊 我知道那個柔道是這樣練法 它是那種要搏擊 實際的 個人在那邊邊邊邊邊邊邊 然後你慢慢去用直覺感受到那個 這個裡面是產生 是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戰鬥的技巧 那 放P 或是黑米 那種推薦書籤文明 以前玩過很多 但是它缺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互動 你如果真的有空 你去看我們那個互動 或是你找幾個同學玩一玩 那種互動是人 有人在裡面 人性 直接我跟你之間的接觸 然後你就會看到每一個人不同的變化 然後那個迷人的地方是在那個 我剛剛有跟各位看到 每一分鐘1.2個動作 你本來說這裡面的人一直在對話 在對談 那會迷人 人是群居的動物 但是你那個放P 你就會覺得它很疏離 像我來這裡留個話 像論壇是最多的 我來這裡留個話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我不一定去看email 我不一定去看看我的最新的信件是什麼 所以它還是疏離 沒有人性 那我就跟各位介紹這一家 它其實最早是 這一家的設計者 它就是Nescap 就是王景 王景 它最有名的就是跟Microsoft 各個名義貌貌 然後後來告訴它 後來再創造這一個 那各位有空回去玩一下Facebook Myspace 跟這家Link這三家 那這三家的玩法 跟無名小站的玩法 不一樣 不一樣 那你在無名裡面呢 你還是很寂寞 我會講你還是很寂寞 在這裡不會寂寞 那蔡奇亞每天都在對話 所以這是他們之間的差別 我只能跟你講說 要有那個human touch在裡面 在裡面 要我回答你滿意嗎 好 還有哪一位 其實我們後面有很多我們那個 玉山網劇廳來的朋友 你知道嗎 這裡面 我們在裡面一發布消息 就有很多人在後面 他們就來了 他們就來了 來 放逼好像還是交大的學生嘛 做的 李福先生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您剛剛說那個 在網路裡面可以看到許多的資訊 資訊虛虛實實 那我們身為一個使用者 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 或者是怎麼樣去擬證 說這樣的資訊是真或是假的 謝謝您 這個問題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嘛 那就是看你自己判斷了嘛 那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資訊有很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 那這個就是要靠你自己判斷 不過 在網路裡面啊 我覺得有一點是很重要 有人常常會講 我們叫user 我們那個觀念叫user 就是user 那就是前面帶有什麼意思不管 那其中有一個假定是人性是本善 人性本善啦 但是呢 網路裡面喔 罵三字經的 亂罵一場的很多啦 這個各位同學都知道嘛 尤其你們到那個PTT版有沒有 我很不喜歡那個PTT版 我覺得那個罵到實在讓我覺得很 很沒有 很沒有那個 很沒有基準就對了 我覺得大家也這樣 那麼 但是你現在這樣想 你現在這樣想 就是說 網路裡面假設你每一個人都是 是出於本意出於散 所以提出很多這樣子的一個消息出來 可是有沒有人是很壞的很惡意的 當然很多 但是網路裡面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蠻有趣的現象 我不能說肯定他啦 比如說我在我的部落格 我那個魚腸戒譜寫錯一個字 就有人說啊 跟你吐槽 你這個字亂寫 當然也有來罵的 當然也有來罵的 但是有很多是那種 真正來跟我建議的 來挑我的錯字啊 來寫我的什麼 來跟我補充的 來跟我什麼的 很多 很多 那就是還是靠自己判斷 不過我是這樣子 在我的範圍裡面 只要我認為 我認為在網路裡面已經走分重市場 走分重市場 所以在我的範圍裡面 所有要發言的人跟我立場不一樣 我全部不准他發言 那你說啊 你沒有言論百分之百自由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你 比如說我家 我做一個部落格 你來我家你把我罵一頓 那我要跟你登嗎 我要跟你登嗎 表示我雍容大度 所有跟你登出來 這樣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趣的觀念 有人一直問我說 余夫你怎麼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像以前那個鄭蘭蓉一樣 你到底在講什麼 所謂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是說每一個人在相同的基礎上 都有發源的權利 好 你可以說 你反對我的理論 你反對我的言論 各位知道嗎 我開這個 我們這個交友網 有一群人是被我趕出去的 他就自己去開一個 每天罵我 那個網站只在罵我而已 沒有在做非的事 那我可不可以去把它關掉 我不能把它關掉 那我有沒有歡迎他做 歡迎你做 但是不能在我這裡 這裡是我家 你有本事 我們同樣的網路知識 請你去做一個 但是如果說他要去做一個 然後人家不給他做 那我也會跳出來幫他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所認知的言論百分之百的自由 就是相同的基礎上 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他的言論自由 這個才是言論的百分之百 而不是在一個網站裡面 你罵我 我罵你罵來罵去 那個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 所以我常看那個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因為你們也常玩TTT嘛 那我就每次在 覺得在裡面 何必 你就是 你不是在辯論 你們是在吵架 吵架 很多人在那邊吵來吵去 我本來還偶爾 會弄一些假名 什麼 什麼小辣椒啊什麼的 進去裡面 跟他們對話 可是後來覺得實在太吵了 實在太吵了 那我就開始用這種交友網 我是希望進一步 能夠透過 有一些同質性沒關係 那同質裡面還有一些意志 經過一些辯論 經過一些互相的理解 能夠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我再跟各位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選舉期間 因為我教 我會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教人家怎麼樣把 影片上傳 然後不會像那個YouTube 這樣模模糊糊 而是像接近DVD的quality 是怎麼做到的 我都還叫出去 那誰來學你知道嗎 結果是國民黨的裡面的陣營來學 然後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當初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兩邊的陣營在互相對打 他們也做 我們也做 然後兩邊一直做 然後結果 那一個本來無辜的那個網站 那個外國人國際網站 它那一陣子的第一名 全部都是台灣的影片 然後那一家公司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通通都是這種 那種台灣的影片在第一名 跟兩邊在對陣 那人家就說 那是你教的啊 那我說是啊 那我教會怎麼樣 我本來就是要讓每個人都能做啊 這個叫做媒體公民權 媒體公民權 我就是讓你全部人都可以做 多有能力做 這個才是對的 這樣會答滿意嗎 好 還有沒有 謝謝余夫老師 來 我們先借用大家的雙手 我們給余夫老師一個熱烈的掌聲 雖然有少數的同學趴下來 不過我相信他們的耳朵是沒有睡著的 我想今天非常難得 我對電腦網路應該是 還是非常初階階的 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我跟余夫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我說余夫 他應該比我還年輕了 所以我說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對網路這麼厲害的其實非常少 所以我說我非常敬佩他 是右腦跟左腦一樣發達 可以用很多科技的技術 跟一些比較前瞻的觀念 來傳播 包括一些思想 或者是在文化上面 特別是在藝術上的成就 我們交大是以理工為主的一個學校 所以我相信 即使今天沒有資訊系的同學選 可是大部分還是理工科技的背景 那如果我們只是專注在技術上 可能你永遠一輩子就是當火機 當代工 可是如果你可以掌握到趨勢 我想你就會是一個領導者 甚至是一個財富的擁有者 那剛剛余夫老師已經舉了很多的例子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珍惜 就是我們每次都邀請到這麼多 在業界也好在學術界 他們有非常豐富經驗 而且是已經累積了 就是不知道多少的這種成功跟失敗經驗的人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寶貴的經驗 所以很期望說透過他們的分享 讓大家可以提早減少那個去嘗試錯誤的時間跟機會 就你們可以透過老師的分享 你們其實可以掌握到更多的訊息 還有培養更敏銳的觀察力跟敏銳度 那我相信不管是將來大家在求學 在你的專業領域或者是在創業上 都會比別人有更好的一個條件跟優勢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這一堂課 那我今天我想非常非常的感謝 漁夫老師 因為我都只稱他名字 不過你們要稱呼老師 那謝謝他 那如果將來大家在 技術或觀念上有什麼問題 我想漁夫老師會非常樂意跟大家繼續來分享 我們再次的用熱烈的掌聲來 謝謝他 謝謝 謝謝 那個對不起我補充一件事情 如果您對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交友網你有興趣 那因為我也不好意思幫交大什麼社交友網 您可以先到那個 我那個漁長劍埔裡面有一個紅光電視的連結 你先到那個紅光電視裡面去加入那個 然後跟他們玩一下 跟我們那個紅光 因為紅光的學生跟我比較長期 所以你跟他們玩一下 試試看這種網站到底有什麼樂趣 你先去加入它 那以後你們要再設交通大學 自己就可以去設 所以先到那個漁長劍埔裡面有個紅光大學 紅光電視 你點進去那邊參加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那我們 我們今天課程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